大家好,欢迎回到贺兄笔记,一本关于人性和金钱的笔记部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在诸多领域都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概念 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于1968年正式提出的 他的名称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渊源 源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中的经典语句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这简单的话语背后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 在科学界,马太效应体现得尤为明显 那些已经声名远扬的科学家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 不断获得更多的荣誉和认可 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容易受到关注 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也更有可能被广泛传播和引用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那些尚未出名的科学家 尽管他们可能做出了与知名科学家相似甚至同等重要的贡献 却常常难以获得应有的承认 他们的研究可能被忽视 他们的努力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回报 教育领域同样深受马太效应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成绩优秀的学生旁腐站在了聚光灯下 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和难得的机会都会主动向他们靠拢 学校可能会为他们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料 更专业的课外辅导 老师也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指导 这些额外的资源和机会就像催化剂一样 进一步推动他们在学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使他们的成绩越来越好 而对于那些成绩相对较弱的学生来说 情况则不容乐观 他们可能面临着资源匮乏的困境 获得的关注和支持相对较少 这种差距可能会逐渐拉大 让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艰难 甚至陷入恶性循环 在经济领域马太效应也无处不在 大企业凭借着雄厚的资金 先进的技术和广泛的市场份额 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政府扶持以及优秀人才的加盟 这些优势资源的不断积累 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强大 进一步扩大了与中小企业的差距 而中小企业则可能因为资金短缺 技术落后等问题 在发展过程中局部维艰 甚至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在政治领域 马太效应同样有着深刻的体现 那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媒体曝光 民众支持和政治资源 他们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 他们的政策主张也更容易得到推行 而一些初出茅庐的政治新人 或者处于政治边缘的人物 即使有着出色的政治理念和才华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的资源和认可 难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马太效应虽然揭示了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但它也并非是绝对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 同时努力寻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方法 在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尝试更加公平的分配教育资源 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为成绩较弱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在经济领域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 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 在社会层面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公平公正的价值观 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而不是让马太效应成为限制个人发展的枷锁 让我们在了解马太效应的同时 积极思考如何在各个领域构建一个更加公平 合理的社会环境 让每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 以上就是本集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想支持贺兄笔记 请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贺兄笔记 一本关于人性和金钱的笔记簿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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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